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动物符号 那就是龙 千百年来 国人对龙的热衷从来没有羞泽过 尽管在普遍认知中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龙这种生物 但许多人心中却并不认合这个答案 有人猜测许久之间的动物如今已经灭绝 有人猜测这个世界上还有龙 只不过他们选择去人烟跟洗手的地方去生活了 甚至在众多的猜测中 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关于龙的传说 还有人信实淡淡的表示 自家长辈在几几年的时候 还曾亲眼见过龙 实际在2016年端午节后 由来郑雄县平上镇野角葱 迎来了连绵不断的阴雨天 也瞅着葱边小河里的河水不断上涨 葱里人都有些人心晃好了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 葱里人来到了小河边查看时 竟然在河岸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个东西被牢牢的销切在石块中 表面很光滑 却还能看到上面覆盖着一层灵形的黑色灵片 有聪明搭起大喜 说是河底冲出了一条擦笼 这可是好事 葱里人立刻找了几个人来 龙流开手这条突然出现的擦笼 然而到了第二天 当葱里人再次改到河边的时候 却发现操笼已经不见了 操笼半夜消失了 大家赶紧找来 昨夜负责开手的两个人 才知道原来昨夜又下起了雨 两人支撑不住 半夜回家了 等第二天过来才发现操笼不见了 留下的是夜桶从河底冲出来的那块石头 一时间葱里说什么的也有 为了揭开谜题 葱长直接找来了考古队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考古队在现场 查看了曾镶嵌苍龙的石头后 八起给出了答案 让大家虚惊一场的苍龙 其实是一块化石 考古队甚至确定这块化石 绝对不可能是任何的动物 因为动物的肉身不可能成为化石 无论大家看到这块化石像什么 它都只能是一块年代时分 九月的植物化石 在构置所有人情况后 口鼓队为了更好保护野球化石 直接把剩下的石头掰了回去 所幸虽然上面操笼蟹状的化石已经不见 但石头化石还有材缺的碎片 在化学后 口鼓队正式确定这块化石 其实是二叠基灵木化石 形成时间距禁有三亿年了 如此一来 所谓操龙现实被彻底推翻 看到这个以前很多关于青野界的龙的传王 都未必可信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评论转发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